深深刺碰 傅雷开始失眠 他变得精神恍惚 当年傅雷家的保姆周菊帝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由今四十多年过去了 周菊帝仍然一一在目 那么傅雷她的保姆子 保姆子发生了 曾经维系着傅子间感情的家叔也中断了 傅雷陷入了彻底的绝望 就在傅雷最困难的时候 由夏衍通过柯林烧来了周恩来总理的话 祖国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对傅村开着 只要愿意回来 欢迎 在这样的背景下 父子坚在1959年的国庆这一天 又恢复了通信 这时 家书已中断了整整十个月 弗雷写道 孩子 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 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 以免增加你的负担 你如今每次登台 都与国家面子有关 个人的荣辱得失失效 国家的荣辱得失失当 以及热爱祖国 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 不管做父亲的心情怎样复杂 傅雷给儿子的心中 洋溢着的总是一颗赤子之心 家书中留有这样的文字 所谓赤子之心 不但指纯洁无邪 清心 而且还指爱 家书中尽头者的爱国情怀 是多少样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 当年 父子俩的每一封信 都有朱梅富抄写后留存 但后来 在文革吵架中散失了 幸好 傅宗在伦敦的家中 完整地保留了父亲给他的书信 文革后 弟弟傅民将他们带回了国内 1981年 傅雷家书问世 收录了两百多封书信的这部家书集 影响了每一个读过他的人 该书一版再版 发行两大百万之巨 傅雷的家书代表了文明的毁灭的一个 时代当中保留下来的一个精神和文学的种子 相当于在截烂当中保留的一点点火种 所以特别的珍贵 傅宗出走后 开始漂泊在世界音乐演奏的舞台上 这是在伦敦的剧场外 傅宗望着自己漂泊生涯中第一次演出的海报 这使他的内心有着无限的忧伤 万里之外 深爱着他的父母 却无法来聆听他在海外的首演 此后的岁月 傅宗与傅雷再位相见 只靠着家书来连接着彼此的心灵 直到傅雷生命的终点 但就是日夜思念的父亲被迫害死了 漂泊在外的傅宗 也没有说过一句对不起祖国的话 1958年的夏天 上海江苏路上 傅家小花园的玫瑰花 还是照常开放了 傅雷重新回到了书宅 开始闭门艺术 58年花园一拍以后 他就第一张事情 就是58年6月份开始 翻艺术哲学 40万字 他翻了一年 到59年 五月份翻完 现在我们看到艺术哲学 就是他在心情最不好的时候 翻的这本书 傅雷花费近一年的时间 完成了这般厚厚的艺术哲学 寄到出版社后 却搁浅了 原因就出在他头上那顶右派的大帽子 人民的出版社跟他说 你要出书可以 但是要用笔名 他不干 这符合傅雷的性格 他做人就这样 堂堂正正做人 傅雷坚决不用笔名 结果是出版社有六年的时间 没出过傅雷的一本一作 出版社内部商定 一面仍请一书 并按规定支送稿筹 悄悄地将稿压下 准备以后出版 这使得没有单位的傅雷 生活仍然能照常 他今天非常苦闷 但是呢 他就靠他的事业 他翻译书来寄托 所以从这几年来看 我算了算 从57年IP 一直到62年吧 他翻译了100多文字 不能出版的艺术哲学 却成为傅雷赠予 儿子傅聪的最好礼物 法国艺术家丹娜 撰写的艺术哲学 是一部探究艺术的本质 与理想的哲学剧著 傅雷知道 傅聪一向喜欢希腊精神 却又不能完全吃到 就抄录了艺术哲学中 第四遍 希腊雕塑一稿六万余字 前后抄写了近一个月 寄给漂泊着的傅聪 钟为傅给傅聪的信中写道 爸爸虽是腰酸背痛 眼花流泪 但是为了你 他什么都不顾了 原来的稿子 字写得像蚂蚁一样小 不得不用了放大镜来抄 而且还要仔仔细细地抄 否则就要出错 他这样坏的身体 对你的热爱 对你的关怀 我看了也感动 孩子 世界上像你爸爸这样的 无微不至的教导 真是罕见 自从错华右派以来 傅雷深居简出闭门谢客 据保姆回忆 一年里只有两个老朋友来家吃过饭 平时十分地冷清 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说 任何孤独都不怕 只怕文化的孤独 精神思想的孤独 除了你 没有人在和我交换音乐方面的意见 唯有万里外的游子归红 使我们生活中还有一些光彩和生气 无论在艺术上 在文学上 在翻译上 他就跟我哥哥通行里头交流 那是他内心的独白 真正内心的东西 一个真正人的东西 没有一定虚假的东西 生活中的亮色 不仅仅只是在家书中 1961年 傅雷头上的右派帽子摘掉了 1963年 他的艺术哲学 以傅雷的署名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晚年的傅雷 越来越喜欢莫扎特 他说 在尘世中历经苦难的莫扎特 他的音乐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 而是他的灵魂 五十多岁的傅雷 远远还没有进入老年 但因为用脑过度 他的身体却过早地进入了衰老期 1965年6月 傅雷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 休息了两个月 因为他病了 稍有好转 就继续进行巴尔扎克 猫儿打球好的第四次修改和腾血 不了